今天要介紹的新錶,6月才正式發佈 但在發佈之前,這支錶已經全部賣光 怎麼搞的? 那賣光是做什麼? 當然有些有趣的東西想和你分享 這支手錶叫做C by HOMA Cotier Edition 2 是由一個很新進、很年輕的品牌 HOMA Cotier製造的 這支手錶外觀很低調,少三針,日期都沒有 是一隻全黑色的Titanium本錶 現在的潮流很流行運用錶 特別高端品牌會喜歡採用Titanium製造 而這支手錶同樣,雖然是黑色殼,是ADLC塗層 但裡面是Titanium 是一隻手錶,玩得多盡 鋼、Lux、機心、錶盤都是Titanium打造 Titanium輕和硬 我也有幸拿上這支錶,玩過看過 它真的很輕 重量大概只有55克 很舒服的帶下去 打磨方面 打磨方面 它可以說比其他的材質 可能是銅、鋼、 花的時間和心機多很多 據我所知,這支錶裡面的機心 只是單單的錶橋和底盤 要做這個finishing 是用了250個小時 只是這些部分 萬一它的finishing 打磨得不好 可以說又要重新再來 所以可想而知 它花的精神時間 比一般的機心高很多 而且你會看到 它這個機心的打磨 是有很多不同的finishing 除了在高端品牌 常見的 道角打磨 或者叫做 Virror polishing 這些打磨之外 它還有一些比較生命的 叫做磨砂打磨 是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然後有一種 很有立體的呈現 而且不僅是機心打磨 就算佈局也很特別 就像橋板一樣走出來 你會看到它的齒輪 它又做了一些 好像花反的設計 令到整個佈局 非常有趣 所以很另類 而因此而得到 collector 或者中標愛好者的垂青 據我所知 這個手錶叫做Edition 2 即是它是Edition 1 當年這個手錶 未變成Edition 1之前 這個品牌做了一個特別版 是for the only watch 就是Edition 1的藍本 不過它的顏色設計很獨特 由紅慢慢漸變到黃色 當時這個手錶在only watch裡 一炮二紅 結果它們出了Edition 1 如果28隻 一聲就賣光了 還有長長的waiting list 很多人是買不到的 所以當它出了Edition 2的時候 就是講的 沒有樣子給人看 就告訴人是黑色 那巴的是紅色 That's it 結果改完之後 那38隻 就全部賣光了 定價是35萬 想想 35萬其實你可以有很多選擇 這件事令到我好奇了 究竟這錶有什麼這麼厲害 其實我過去都接觸過很多獨立製錶人品牌 所以接觸不是只看它的產品 我跟它做生意 那些獨立製錶人品牌的老闆 可以跟你說 絕大部分都是watch maker 是一些製錶大師級人馬 如果做得製錶大師 坦白說 真的很有藝術家脾氣 藝術家脾氣 好 它們是藝術家 很另類的 很Innovative 但不好的地方 有時候 它們就不太懂得 跟商業社會妥協 有時候因為這樣 而會出了事 而這個品牌的老闆 Homer Cortier 他不可以百分之百 是一個watch maker出身 但他修讀 精密機器的課程 不作業之後 就去了一間 專製造中標零件公司打工 但是聰明其方怎樣呢 他在2002年的時候 就工讀了 完成了一個NBA課程 而他的論文 的題目 就是怎樣去開辦 創立自己的watch company 結果三年後 他就建立了一個品牌 所以其實這個老闆 除了你說是一個技術人員 他也有一個商業頭路在 他剛剛出來的時候 是做一些高複雜功能 換錶 或者很classic的款 如果大家記得 他的Logical One 那是芝麻鏈 出來之後 在2013年的時候 就拿了 奧斯卡中標獎之稱的 日內亞中標大賞 藍裝複雜換錶的樹榮 還有做一件事 他也很聰明 或者有這個能耐 能夠邀請到 Chanel 入股 成為了 他們的 品牌 的股東 有這個 背後的 這個 財團 支持著你 差很遠 所以你看到 Chanel 有些複雜功能 都會出自 Romacottier 的手筆 其實有很多 小眾的品牌 都可以 這麼 innovative 甚至有些小眾品牌 都會被 雜團收購 例如 最簡單 Roger de Ville 本來是小眾品牌 結果好幾年前 就被 Ritch王收購 所以 其實大家都可以 找些獨博獸出來 誰有這個能力 能夠吸引到 市場的注意 這個市場的注意 不是單單只 collector 甚至說 大企業 大集團 所以 你問我 另一個原因 為什麼 這麼多 Watch Collector 會喜歡 去買這個品牌 我覺得他們可能 在市場上 尋寶 看看會不會 找到類似 Lvigeon 這一類的 中標品牌 作為一個 長線投資 作為一個 長線的 欣賞 也好 獨立製標品牌 今天 只能夠 生存空間 比以前 大了 其實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 就是現在我們有社交媒體 變成這些品牌 很容易去到社交媒體 去推廣他們的產品 而 價值很低 不同 以前 十二十年前 一個小品牌 要去到一個市場 可能日本 香港 台灣 他又要 放一些 市場的 可能要買廣告 或者做一些 VIP活動 他們的預算 真的有限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 小眾品牌 有多大 變成預算 相對少 他們又做了 但出來的效果 未必是他們預料之內 但今天 整個媒體生態改變了 小眾品牌 他不是麥當勞 他不需要避免 他只要目標 一群很特別的人群 找到一個頻道 能夠達到目標 就成功了 相對上 那個成本又低了 第二件事 又不同了 因為那群 end user 又變了 二十年、三十年前的 end user 跟今天的 end user 很不同 現在的 end user 是追求個人的品味 和生活態度 他都想買一個 product 很另類 顯示到個人的風格 所以來說 我會覺得 現在的 獨立製品牌的空間 比以前更大了 但大集團 靈活到 沒有小眾牌子那麼高 因為它歸了邊之後 什麼都說安全 譬如說 現在市場上 很流行運動錶 特別說的是 Luxury Sports Watch 結果 所有品牌一窩蜂 就要做這些手錶 甚至乎 更多了 Titanium 其實想一下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中錶的款式 是百花齊放的 因為那時候 各個牌子 都是獨立牌子 各個都是獨立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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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自由度 有個空間 去發揮自己的Talent 所以那時候的 手錶的款式 我也是好玩很多 你不要去成功 還是失敗 但起碼很多人 換年一生 嘩 很Innovative 每個人都可以 但今天 安全 每個人都是 八角形 螺絲釘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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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每個人都玩這些 過去那樣東西 你問我 很悶 其實你 在end user 的品味 後面 追求他們 我付這個錢 原來買完 這個牌子 跟那個牌子 咦 與我雷同 實數巧合 對不對 而導致非常好玩的地方 就是 他可以在一個 Train Setter 做一個潮流的 創始者 你跟著我走 我給你一些好東西 這就是不同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繼續關注我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